屏東地檢署接到線報 有一名王姓男子開設立委選舉的賭盤 監警逮捕王姓男子之後向上追查 逮捕了于姓大祖頭 他除了開設屏東立委跟總統的賭盤之外 也跨足到了其他縣市的立委選舉賭盤 監方清查賭資已經超過四億元 將于姓男子逮捕申請羈押獲准 監警到于姓祖頭的家裡 收出數十萬元的現金 于姓男子把家裡當千賭占 經營明年總統大選 跟立委選舉的賭盤 檢警清查 光是賭客投注的金額 就超過四億元 屏東地檢署事先接到線報 一名王姓男子開設立委選舉的賭盤 供賭客下注 每住一萬元 佣金抽百分之五 後來檢警繽紛多路 逮捕王姓祖頭跟其他的賭客道案 向上追查 再逮捕另外一名于姓大祖頭 警方查出 這個千賭集團 除了開設屏東第一跟第二選區的賭盤之外 也涉入其他的縣市跟總統大選的賭盤 檢警說這個千賭占依照下注時間不同 藍綠立委選舉的讓票從之前的一萬兩千票到最近的數千票不等 總統盤也是從之前讓百萬票到現在只讓50萬票 反映出選情越來越激烈 另外檢方在清查資料也發現 這一名于姓大祖頭 也涉及到其他縣市的立委選舉賭盤 懷疑背後可能有集團在操控 正擴大清查要揪出操控賭盤的幕後黑手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